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我們時事通勝時間了 現在就在這裏大家看到余讀和MM在這裏 MM現在正在途中,所以一會兒可能會打為途少少 好,各位大家好,小弟余讀 MMM現在應該在地址上 我坐下了,OK 不好意思,先跟大家打招呼 這個是曹教授 曹教授可以在這裏 好,MMM那邊一個戶口 我們當兩個人 三個 還有一位 是的 好,我們今天的話題先由昨天在北京時間上午 習大大和拜登的會議講起,好嗎 好 大家有什麼觀察呢? 我先講我的觀察,先搶走 哈哈哈哈 因為只有一個觀察而已 哈哈 就是,他們應該在美國那邊有一個視頻出來 就看到就是 同台,一邊是習大大,一邊就是拜登 這樣就 哇,拜登的笑容笑得很燦爛 習大大平時都不是怎麼笑的 所以,他只是微笑 不過呢,就是拜登的笑容 真的笑得很燦爛 習大大最多都是微笑而已 但是,拜登我也笑的是天真地笑 我覺得他 有一點傻笑的感覺 哈哈哈哈 難聽這些講句,有點煞熟狗頭 那樣 其實經常都是 可以分個 他們的笑容給大家看一下 好啊 先請葉Sir過目 先看一下 放了的了 可以,請稍等 一邊趕著 另外,他們本來 我記得他們說 準備講90分鐘 結果就趕了三個小時 拜總統就慘了 整個晚上的晚餐沒有了 他應該是 是 北京時間上午8點45分 開始正式講話 是啊,所以時間上 這次是遷就了我們中國 所以有很多報道都說 中國這次拿了主動權 那如果 從外交的層面來講 中國呢 那個影像 就在 右手邊 即是說 是主場來的 哦 右手邊是屬於主場 是 放大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 尤其是 拜登的笑容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笑容 就是 拜登笑得多開心 整個整排 整排 看到了 不過這些是 很經常西方政客的笑容方法 對啊 皮笑又不笑 不像 他那種笑 我坦白那句 他那種笑 一來是傻傻的 就笑 我覺得 可能他這張照片 卡得好些 如果你看到這張照片 我覺得是玩笑的 你想怎樣 大哥 那你見到呢 美國開會那班 例如好像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翻譯 是不是 之前那個翻譯 他那把頭髮 主帽 今天 今次換了 他的頭髮是白色 不是紫色 哈哈 會保證 應該是 所以說呢 美國 美國擺出來的樣子 不行 不專業 其實真的很正常 看了那麼久 都沒有什麼見過 他的專業樣子 自從 上一屆 特朗普開始之後 有時候連頭都不梳 走出來 噴噴好些 那沒事的 他 譬如 愛因斯坦也是 我發覺 我睡醒都很像他的 頭髮 哈哈哈哈 嘩 完全捧鬆上來 這個 我自己說自己 那另外就是 他們另外就是 在官方消息 就沒有什麼 說到 他們到底說什麼 那 只是 我覺得 習大大 可能浪費了 三個小時 沒有啊 其實又 不可以說 他完全沒有說話 因為 因為始終 都有說到 說有什麼話題 有說到 但是 說完之後 到底有什麼結論 也是沒有啊 所以 早前我們已經說過 說那個 Corp 26 為什麼習大大不去 因為浪費時間 但是為什麼 習大大會浪費時間 跟阿燈燈說話呢 就是浪費時間 而已 那我想 都要給他一點點 對吧 其實就是這樣說呢 我覺得 中國那個 其實我不想把這個 抓得太困難了 是啊 所以 所以 很多時候是給面子派對 但是 我想 本身習大大 應該都沒有 期待 會說到 談到什麼 但是當時呢 不是 不是給面子的問題 是給面子 其實不用給面子 坦白說 如果說給面子 就是 反而是 我想 中國的做法 會是因為尊重 全球化 但是 我 中國本身 就不在埃塞 某一個國家的 那一次就沒有 你不要說 我明知道 是兩個大國之間的 那 我不想 他取人於門外 可以做 做得到的做 其實這個是中國人的禮貌 呢 有可能的 但是 其實說真的 兩個人的 單獨的會談 那很多時候 就是 你說如果很多個國家參與的話呢 就一定要給面子 但是如果是只有兩個領導人 而且中國講到明是不搞小圈子的 就是 小弟甚至有些朋友呢 就跟小弟說 喂 如果談得到可能變成G2 其實小弟已經馬上跟他說 沒有可能 我們中國是不會搞小圈子的 那絕對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真的要解決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 嗯 那與之意無關的 那你始終 特朗普 留了這麼多蘇州市都要處理的 是不是 那麼 那 阿周又真是 就是這一界面 他又真是有點 有點無能魅力 他就說一句 那 去到今時今日 就是 我們 如果再不去 旅店 的話 他可能 可能 過不了東北成問題 過不了聖誕 也過不了 那 現在呢 美國那邊 他們就說第五波 就 現在 我就數 現在來的第六波 現在第五波 過了下去了 那就倒了下去 但現在已經開始 又 那些每日確診數目 又上升回了 所以 他來的第六波 那 那 他說第五波 就是被那個 Delta variant 推 那 現在 那 那 那 現在 我們 很明顯 就是 歐洲那邊上來 像俄羅斯 那 現在 每天 整四萬個新增確診 就死了一千多人 一千二二人到一天 美國 很明顯 很明顯 美國今天 又是八萬幾個 將近九萬人確診 就死了一千一百幾人 其實 小弟又從來不覺得 美國的數字有下跌過去嗎 有 普京還沒有下跌而已 下去 下去不夠一千 現在上去一千多 他沒有下跌過零 但是他跌了下去 大約是 一千以下跌過去 他 甚至 不是下跌得很低 那 現在問題就是 麻煩你了 現在我們大家 現場網上看到了 那就是 美國那裡 現在是 歐洲那裡已經 那就是他有機會再上 那另外就是 美國那邊 現在他的通脹 現在是 十月份那裡 六點二 11月份 但是 通常來說 繼續來 繼續是 體養的通脹 不能再低了 第三 就是他們的物流 到現在為止 仍然有超過一百個 那些貨櫃船 在美國 西岸那邊 就是 Los Angeles 和Long Island 那邊等 那這兩個 這兩個貨櫃站 很近的 但是 他們現在 本來 等的時間 以往 全盛期 大約是 三天左右 就是 船上去三天 然後就可以走 現在已經增加到 12天 13天了 所以 他們那邊的物流 更加 現在又不行 而 在華盛頓 應該是 華盛頓郵報 還是 Times 我看看 這個應該是 華盛頓郵報 今天出了一篇文 他的題目就是 拜登 拜登 擔心了 問題 在對國家 和 民主黨 都變成了 政治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 拜登 現在這個 政府 可能低估了 美國現在國家 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 那些 民主黨人 就 怕 這個會變成 一個政治問題 那我跟著 看來的內文 內文 他們 分析 現在 拜登 面對的問題 就是因為 沒有做好 沒有將 他們的 成就 向人民 解釋 所以 現在 拜登的 支持率 是 41% 不支持 8.53% 他就說 拜登 已經做了很多 例如 現在 剛剛簽了 1萬億元 基建計劃 但我們知道 那1萬億 其實是1.2萬億 即是1萬2千億 美元 實際上 真的做到的 就是5千5百億左右 即是說 現在這個水分 一半 但我還沒計 後面的 5千8億 還有多少水分 在那裏 只是在議案上 已經有了 超過一半的水分 那這些錢 又何來呢 又面對另一個問題 但是 今年的年尾 12月 聖誕之前 他們國會 要再批准 美國借貸的 上限 看樣子 他們兩邊 又會扭 一旦 結果 拜登 可不可以 被迫 要刪 美國政府一兩天 就是聖誕之前 這個是對政府來說 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為在聖誕節 他們希望 每天都可以 像是農曆新年 過年 希望 何包滿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聖誕前 政府被迫 關門一兩天 那麼很多公務員 都沒有糧出的了 那裡就會對拜登的名聲 有很大的打擊 我相信共和黨 為什麼要做多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純粹為了打擊 拜登的支持度 小弟記得很久之前 有看過一個數據 其實現在近年沒有更新 就是 大概十年前左右 如果說到美國人的積蓄 他們只能支持自己 21天 簡單來說 如果他們沒有糧出21天的話 其實他們就要開始 賣東西 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或者是要找個別的工作 如果不然的話 他們就會全都會認識 所以如果你說 他們在聖誕節 是沒有糧出的話 我相信對他們來說很貴 因為聖誕節 他們要買很多東西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有一個物流問題 聖誕節的東西 可能想買都買不到 是啊 其實死定了 因為小弟記得上次也有說過 小弟以前有做過一個客戶 只不過有一季的聖誕節 買錯了東西 那一季虧錢 跟著那個客戶就進了破產保護 現在美國就是大範圍沒有了聖誕節 一個錯誤就要搞到整間店要破產保護嗎 是啊 當時它是全美國第二大的零售 零售連鎖店 大家應該聽過 它叫Kmark 就是因為一季的聖誕的銷售 是滑鐵路 當年的銷售好像只有百分之三十幾 一般來說是七八成以上 只有百分之三十幾 那就是這樣 第二年它是進入了客戶保護 它們是拿著一元 自己拿著一元做一百元 甚至一千元的生意 大部分是借回來 它只要做出一個決定 它就死了 但是現在這次整個大環境 是聖誕看來這次的銷售應該相當危險 因為那些東西根本不能夠 其實沒有購買 我相信是很糟糕 很糟糕 順便問問你們 現在中國的江棍節 11月11賣成怎樣 我沒有跟著 沒有啊 其實現在這幾年 著展將這些江棍 或者12月12的節日 其實一直拉開了 其實11月初已經開始做 就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差一局的銷售 低調了 但是好像今年也是破紀錄 其實是破紀錄 不過是很低調 現在叫做低調 是 低調了 我想都應該低調一些 現在 因為一陣子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中國的發展 現在要搞環保要搞這個 就是這樣 我覺得低調是對的 是啊 這個太鼓勵要浪費 是啊 這個主調會是這樣 所以 所以美國的問題 其實 它要解決那個物能問題 也解決不了 有人就說 不夠那些卡車司機 有人就拿了一個數字出來 現在就說 它是欠大約是 8萬個卡車司機 但是呢 它們在加州 有卡車司機排的人口 就有三十幾萬 換句話說 如果那個駕駛的人工是合理的話 是很多人會出來駕駛的 為什麼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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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不了 剛才 OK 現在真的停了 好 剛才說 剛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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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可以看到 曹教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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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ich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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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好 那錢怎麼計算 問題就是人工怎麼計算 如果你四五個小時所收的費用是夠他用的 譬如你一天這樣說 你一天可以拖兩個箱 就是四個小時一個箱 拖兩個箱 你拖兩個箱的價錢夠你那天的開支和戶口的話 那就可以了 是啊 一次過多少錢而已 一程多少錢 通常我們以前是這樣做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他們是不能用口 所以他們才不拖 這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 剛才那篇文章沒有逐個數 到底美國有什麼問題 他說民主黨方面不懂得把自己的功勞 好好的說給那些選民知道 所以就和共和黨不能比了 共和黨是厲害的 會大肆宣傳 將現在美國的問題 變成了政治上沒有辦法宣傳 做不好鬆 這個是個大問題來的 其實美國的態度一向都是這樣 我們中國就把大部分的問題 我們用民生的角度去處理 美國就把所有的問題 用政治的角度去處理 一向都是這樣的 中國人就過得越來越好 美國人就過得越來越差 剛剛前一陣子我看到一個名詞 就是中國是民生政治 就是民生是最大的事情 其實我現在開始跟這裏的朋友說 昨天我們在我這裏說的大歷史的時候 就說slavery 奴隸 我是說modern slavery 我不是說以前那些 說現在那些 美國有兩種slavery 現在還在流行中的 一個叫做wage slavery 就是你根本做一份全職工作 是不夠養家扶口 這個大問題 就是他們現在的minimum pay 太低 低到他們是wage 那我就 我放了一條影片 就訪問一個 以前就是做art的 就是做一些手工之類 就自己搞得了 去到了疫情之後 那個女生結果就 那些art賣不行了 結果就做了一個電話訪問員 嗯 糟糕了 你電話訪問員 你怎麼跟印度那些鬥啊 或者Bankajichna 那所以他就說 他平均呢 就全職工作一個禮拜 就有250元左右 250元一個禮拜 250元一個禮拜 哇 他一個月都是1000元美金 其實美國那條赤坪線 是萬幾元美金 一千元美金 是啊 美國那條赤坪線呢 如果違反港幣 好像156元港幣 嗯 那所以他現在呢 就要住在那些 無家可歸者的那些 所謂shelter那裏 那另外呢 就是晚上吃一餐 就去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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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工作那裏 那些人 提供食物給他 那他去吃一餐 那就是吃完之後 就趕快回去那個shelter 因為那個shelter 因為那個shelter 晚上8點鐘是鎖門 如果你回不到去的話 那些東西會被人丟掉 唉 真是可憐 我覺得他很可憐 就是 很可憐 他不是不勤力做事 他做事 做一個全職工作 做電話訪問 就是那些 手機探訪那些什麼 都不能夠維生 現在這個是美國問題來的 其實不僅僅美國的問題 甚至香港也有一個terme 叫做在責貧窮 其實我覺得這個terme 對任何一個 叫做文明的社會 其實都是一種恥辱 你其實一個人 他真的願意努力去工作 其實不應該貧窮 你覺得我們中國 不會有這麼異形的事情出現 那這個就是 另外第二個 第二種恥辱 就是叫做 合法的奴隸 你可不可以查一查他們的 第十三個 叫做amendment 好 amendment 13 amendment 13 基本上就說 美國不會有奴隸的了 除了 最慘是除了 奴隸作為一個懲罰 所以美國呢 為什麼可以容許有監獄老公呢 他不容許別人有的 但是他為什麼容許自己有監獄老公呢 應該就是這個 是的 在他的 amendment 13 或者30th amendment 他有一個exception cost 小弟現在分享出來 好 麻煩你 不用客氣 小弟Liberian 只要在家裏做這個角色 其實挺成績的 有時候我沒有說 預早說定 如果預早說定 我們就預備好了 但是一遇到 很快的 就讓大家聽一下 不要啊 我將它放大去 葉Sir的英文聽很多 不要啊 不要啊 沒有啊 現在最好看 是 是 請說 先說 neither slavery nor involuntary servitude except as a punishment for whereof the parties shall have be duly convicted shall ex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place subject to their jurisdiction 美國是沒有奴隸的 除了 再用 懲罰 第二 就是 在那個情況下 你去到了 那個 監獄 裡面 要不要給人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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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給呢 都是 minimum wage 不過 給不給人工是 原意 容許你們 可以收一點工資 就收 人工了 要不然 完全不用給人工 通常 現在呢 在美國監獄裏面 那些 勞返工作呢 那個時薪呢 大約是三毛半支 美金 美國的最低工資是多少 十五元 現在 十五元美金 那就是說呢 相對於最低工資來講 零投也不夠 是啊 零投也不夠 其實很大的問題呢 是美國的監獄呢 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監獄 是私家監獄 是啊 那你留給私家監獄 去決定 他應不應該給錢 給那些勞工的話呢 我想呢 我是私家監獄 我也決定不給 或者給得很低 就是了 就給了三毛半支 你了 整個制度是出了問題 勞工包括做什麼呢 監獄勞工 最大的諷刺就是 當然 有些是比較體力一點的 比如去做救火 山林火 就派勞工去 或者清草 或者洗那些 餐巾 之類的 這些標準 香港也是 那另外一種 就是他們甚至呢 是有監獄工 是做些 artisan cheese 手工芝士 好奇 是 還是很好賣的 是 一人手工 所以價錢特別高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而呢 就在美國的監獄裏面 有40%的在囚人士 黑人 而黑人呢 在美國的監獄裏面 佔了13%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昨天說到這個 現代的奴隸 我們這邊的朋友都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這樣 我那些聽眾 好像我那樣的年紀 所以大家都是 比較成熟一點 所以可能 在看問題上面 是比較上 左一點吧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看到 美國的監獄 全部都是一些大公司 它的總共產品 是可以去到三十幾萬美金 三十幾億美金 對不起 三十幾億美金 宜隊友麻煩你查一件事 我們澳洲 那個 在 Naru Island 我們的 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er 一天每個人在花多少錢 囚犯 好 現在馬上找 那其實呢 美國就好像這些 剛才說的那些 監獄的私人公司呢 直接每年的利潤呢 去到十幾億美金 那些利潤從哪裡來呢 那就是在囚人士的工作 或者呢 就是呢 以 非常便宜的價錢 來幫政府 來困住一些人 一來是政府給錢 二來呢 是在一個 白囚犯身上 去剝削 第三呢 就是用他們 去做出來的東西 他們拿去買 是啊 那如果我沒有 不知道阿教授 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澳洲 政府 在Naru那邊 每天 每一個 在 就是那些 Detention 因為是 非法移民 Detention 那個 每人 使費多少 Naru Island Naru Regional Processing Center 是啊 都很厲害的 現在還未找到 是 這個 Naru Regional Processing Center 澳洲政府有多少人 在這裡 以及花多少錢 我等阿余 慢慢找到 我們可以繼續說 其他事情 嗯 所以 啊 這次 我本來打算 就是 習大大和拜登 聊天之後 我覺得 最少有一樣東西 會宣佈 就是 雙方會把關稅減掉 其實這件事 我們根本不緊張 關稅 反正現在呢 你都沒有辦法 向別人買 你就收貴一點關稅 那就看誰死了 其實我們真的不緊張 是啊 中國不緊張 但是我覺得 在美國方面 他現在要找一個落台街 可以 清除這個關稅 等他們那個通脹減低 那其實 是啊 就是做租 做租 其實 政治很多時候 都是做租 的 其實 我覺得 有人開始說 例如 大國之間 因為沒有一個更高的 集團 可以 來規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為 所以 就是 就是 拳頭大 這個是一個解釋 這個是 一個 什麼 是 一個 一個 美國的 政治家 他提出 他就是提出那個 中產階級陷阱那個 哦 遇到 遇到 你記不記得 什麼名字 不記得 他應該是一個德國的名字 來的 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 2017-2018年 他整個運作的交易 是價值 五億九千一百萬 一千二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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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二百三十三 喂 為什麼你們在澳洲 你們沒有傳出的 這些 你看到那個價錢 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又怎樣 喂 對不起 葉Sir 小弟通常問得比較直 一些 一千二百多人 一千二百多人 每一個其實在用著 澳洲的納稅人 四十八萬 一年 一年 一天 但是其實說真的 那些錢是真的 下了 它 用了在那些人的身上 還是 二道幫我採取 一除 三百六十五日 好 再除三百六十五日 一千三百十三 這個應該 這是澳子 是澳子 再乘回 你計日吧 乘回十四 乘回十四 我稍後解釋為什麼 好 一萬八千三百十四 一萬八千三百 一萬八千三百 後面 不要管 一萬八千四百 一百四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裡 澳洲人 窮的人 要拿津貼的那些 一個十四日 就是一個福利 是七百元 是七百元 或者 一千元 當他一千元 七百元 或者七百元 就是七百元 就是說 他每一 會在 養一個人 就是等同 可以給到 二十六個人的 使費 拿政府增設的使費 是的 而我們老人家 也都是 如果我們要用 政府的增量 大約是八百元 左右 或者相等於養二十幾個老人家 相等於養二十三個老人家 是 其實這些叫做民主國家 是的 而我們這件事情 就是 很難改得到的 他很透明地 在告訴你們 很透明地告訴你們 你知道他在找你們 是的 他不是不透明 他很透明地告訴你 是 我是找你 吹 我最重要的是 透明度 不是說合不合理 主要透明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發生 都很奇怪 老人家 這個還是二零一幾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現在已經二零一年了 那幾年之後 我相信 水上全高 打過十百分之上 就差不多了 是的 有通脹的 三年 每年三個百分之通脹 加上 就差不多 十個百分之了 哈哈哈 所以 真是可以看到 所謂民主國家 其實就是玩這些 他一邊 就是要做好show 就正如好像 WHA所說的 但是你做好場show 另外一邊 就是 明目張膽底下 將一些利益 向著輸送來輸送去 沒錯 他們是不會有人貪污的 因為貪污全部合法 之後 你輸送完全合法 他在這裏 離開了那個位置之後 再看看到底有什麼事發生 但當時他已經離開了政壇 所以那些是私人東西 那些回水那些是私人東西 所以不算是非法的 所以只要你可以 你肯忍幾年 不要在任何時候 去拿什麼好處 你肯忍了幾年 其實 就什麼都合法了 這個 小弟最近看了一篇 paper 就是在說那些小朋友 如果可以看到眼前的利益 眼前的美食 他肯忍不拿著的話 那些小朋友的成就會高些 原來他的成就 就是在美國做這個 在白人世界做政治家 有糖不要吃 不過你剛才說的那個 的研究後面還有一個 後繼研究 你知道嗎 後繼研究就是他 在他30年之後的成就 是啊 當時肯忍耐的小朋友 30年之後的成就 普遍來說是高些的 那裏還有一個 研究的 就是在這班朋友 這班30年之後的人 看他們的成就 和健康的關係 這班人都是健康一些的 不是啊 健康差一些 哦他用犧牲健康去賺錢 有一半有錢的那些 就是他小時候有錢的那些 他們健康就完全沒有犧牲的 但是窮的那些 很多是犧牲了健康的 哦 哦 如果要講這個研究 我們要講完後面這兩個 就是30年之後 我們知道那些肯 延遲獲得 所謂 滿足感的那些 成功機會大些 但是呢 在這些成功人士之中 那些窮的那些呢 是犧牲了自己的生活 和健康去做到這個 成功 當然不是全部的 但是這個是 significant 就是這個是一個 有效的 就是 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嗯 那你可以講到 首先 所以我經常 就是說 中國要下一步發展 其實就是最重要 是有一個融錯機構 機制 給中國人可以 是不停犯錯 嗯 你做事 沒有可能 第一次做生意 你就成功 有 但是機會少 但是你可以有一個融錯機制 第一次不成功 不要緊 他不用死 可以從頭來過 給他第二次、第三次 四、五次之後 他就可能成功 而且可能成功 也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社會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提供這個融錯機構 機制 我不知道 香港 現在我們在說 什麼 創新 嗯 有沒有這個融錯機制 給香港人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說真的 出來做生意 然後 一次不成功 接著一蹶不起 香港 你猜最重要 真的這麼容易 可能幾年 甚至十幾年的積縮 拿來駁一鋪 那你說 如果萬一衰了的話 有沒有融錯機制 有沒有融錯機制 不是啊 香港的人 很多時候 大月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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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 其實 說真的 是不是個個都這麼有課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小弟 都見很多例子 其實 拿盡了積縮出來 駁一鋪之後 行就當然開心 不行的話 就回去 再慢慢數過 我覺得 香港的融錯機制 被 香港的 物業 剝削了 嗯 香港 一世人 就是為了 層樓 甚至兩世人 為一層樓 這是近於三十年的問題 三十年前 我沒有這麼大問題 是近於三十年大問題 我覺得我們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當香港還是工業時代 大陸還沒開放之前 香港有很多融錯機會 嗯 但是發展到今天 我覺得香港已經沒有了這個融錯機會 因為 你為了要 有一件事就是那個 我們經常說 你讀完大學 你就知道 最厲害就是 做到一個 高級打工仔 你沒有辦法再上升 因為我們的機會 成本太高 嗯 反而一些 就是 自己本身有能力 但是 因為各種原因 沒有去讀大學 他們有機會博出來 這些人也不少 簡單 簡單一點 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 大學生出來 打一份工 那個收入呢 普遍來說 會比武毒大學高一點 就是因為他收入高一點 所以如果他出來博的話 他那個機會成本 就是沒有了他自己的收入 所以兩個比較起來 就會是 學歷沒那麼高的 他願意博 因為他的收入會比較少 是啊 沒有 沒有 這個概念要解釋一下 給網友們知道 因為有很多人誤會了 機會成本 是什麼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下一步 就是中國要發展 其實就是這個 所謂融錯機構 就是說 有一些 天使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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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基金 基本上 就是他可能會投資 十個不同的新公司 有一個新公司 那個基金就行了 其他九個死了 無所謂 我們需要做一個 就是 中國應該開始 有不同的種類的 所謂這些 天使基金 目前來說 我們在 CCTV 就是中國的電視台 沒有一些什麼科學 一些人的創新節目 很多這些創新節目 我們看到就是 真的把一家人自己的積蓄 拿出來去搏 當然這些創新節目 當然是做成功的例子 他們是成功的 最後也 但是 每一個成功的背後 有多少人失敗 而這班人 因為沒有了這個 第二次再次的機會 可能一個好的概念 就從此沒有了 埋沒了 我們在這裏說 其實 小弟覺得 如果是做這些基金 當然是一個方法 但是有時候 很多時候 根本不需要做這些基金出來 反而現在看到 我們中國 是致力於 打造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 其實這個比某某基金 某某基金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 基本上是大的資本家 其實是壟斷了整個市場 它操控了整個市場 基本上的資本是由他們來定價的 你說小資本的 那些叫做 Venture Capitalist 不是Venture Capitalist 那些Entrepreneur 那些創業家們 其實他就要承受一個很大 而且不公平的資本的要求 其實香港也是 也是的 只不過大部分的資本要求 是去了地產 而中國就是致力打造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 其實這個比某 比整一堆基金出來 小弟覺得更加有效 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 其實就是一個資源的 可以有效運用 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這些大資金的情況之下 就是資本主義手上 很多資金根本就放在這裏 是沒有生產力的 是 這些資金是浪費 即資源是浪費了 譬如香港也有例子 有一些發展商 買了一塊地 就是等地價升 一等等十幾年 老實說這十幾年 這塊地如果拿來做一些 譬如是這些低價的房屋 來給一些低下階層 其實這個資源是可以更加 好好的利用到的 但因為是資本主義 它要為你試圖放低 我有資本 我放十年 怎麼辦呢? 我十年之後 地價上了我賣地 我就可以什麼都不做賺錢了 總實說一句 如果什麼都不做可以賺到錢 那我為什麼要做呢? 那現在實際上就是 資金是一個特性 資金有一個慢有引力 對其他資金 你有錢就必然吸收其他資金進來 你越吸收得多 你那個資金本身 不做事所賺取的利息 是足以支持 維持你的資金的正常運作有餘 所以你就繼續吸收錢進去 現在問題是怎麼打破這件事 在中國的制度裡面 所以中國就是避免 就是見到近來所做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說打壓私人公司 打壓財團 其實不是 小禮覺得呢 中國所做的事情 就是避免被資本操控了整個市場 是 其實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實你拿馬雲出來知道是挺好的 嗯 是啊 馬雲就糟糕了 這件事沒有了 但是其實馬雲現在去了哪裡 嗯 就是有時候 例如馬雲出了這樣的事情 但不代表成果 你爸爸沒有做的 其實在西部開發 全群 你爸爸都做了 是啊 但是它不會的 就是打壓財團 但是外面的陰謀論 就很流行說到就說 中國的陰謀對馬雲出了 你爸爸就知道他做了這些 但是其實現在 要被馬雲出去開會 出去找新 就是做一些新的事情 其實真的是非常之好 嗯 就是不用怎麼說 怎麼禁止 都排完 咦 嗯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是啊 那如果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去看整個事情來說 然後說 你去把這些事情 把這個事情整理出來 它說出來的話 真真正正做實事的政調 真正正做實事的政調 真正在中國政府 沒有做實事 第一 它不會跟你財團賣賬 也不會跟你財團賣賬 也不是跟你財團賣賬 那這個是真真正正的為人 起碼第一條字 什麼都不用說 其實小弟很同意的 因為你如果以財團去主導整個市場 財團為什麽呢 財團為利潤的 和政府在主導的市場很不同 政府主導市場 政府為什麽呢 政府為民生 你倆的出發點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這裏就有一個 我一會拿一個 給余道分享出來 那就是 說在中國那些地鐵站虧多少錢 我們看看有沒有找到 地鐵站虧多少錢 地鐵站虧多少錢 在剛剛過去那一年 很多地鐵債市場的 沒有啊 你還沒扔出來 現在正在找 現在正在找 因為在我很多下載之中的其中一張照片 所以來找一些等等 不過呢 如果我又扭回今天的話題 所以小弟覺得呢 中美其實有很多事情很難談的 大家呢 各基本的價值觀啊 做事方法啊 其實全部都不同的 他們做秀 我們更實務 他們更政治 我們更民生 他們呢 是財團主導了 我們政府主導不讓財團霸佔 其實根本所有事情都是不同的 那真的要怎麼談呢 哈哈哈哈 那現在我們分享出去 阿余導麻煩你 第二幅圖 是 麻煩你 第二幅圖 第一幅 第一幅就是藍色的那幅圖 就是現在說那些船在美國西岸 要等多久 嘩 現在這個話題還沒說完啊 我剛剛看到 先分享出來 小弟剛才就看到呢 就是說現在美國的船等多久呢 我就看到這個原來在Long Beach 就是在美國長灘那裡呢 那些船現在排隊排到聖地牙高 那大家可以在地圖上面看看有多長 哈哈哈哈 現在平均有100隻船在那裡排隊 唉 真是 現在跟著第二幅圖呢 就說2020年地鐵虧損排行榜 稍等啦 稍等啦 小弟正在好努力加載中啊 哈哈哈哈 這個是以前上網呢 經常看到這一句的 正在努力加載中 現在網速太快呢 已經沒有了這一句 但是小弟現在仍然是這個速度 大家 大家分享一下 我喜歡這個速度 因為我要在我那裡找出來 因為這幅圖我見過 就是 只是若我記得什麼時候見過 所以 由 用一個很慢的retrieval system 用我的腦很慢的retrieval 炒出來 所以慢一點 請稍等啦 現在差不多了 那 我 我讀啊 還是你讀啊 等小弟開出來先啦 只是讀又不是太過癮的 應該 等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嘛 是正在努力開 正在努力加載中啊 哈哈 我過來開啊 不用啦 在家 在家做到的 不是在家做不到的 不過呢 因為 因為用touchpad 比較慢 哈哈 我看來我要安裝一隻mode 才行 真的呢 沽航是小弟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先分享了這個 就是葉Sir剛剛說的 這個排隊所需要的時間 現在去到十八天 這個不是排隊 這個是anchor 就是說 船 拍在碼頭拍多久 不是排隊 不是排隊 這個是排隊 直接是他進去 不是進去排多久 而是排多久才能進去 排多久才能進去 排多久才能進去 還有這個呢 現在現出一個呢 是有一點點像 我們叫這個幾何式增長 Exponential Increase 你看到是一個弧道 這個 是啊 不是一條線來的 是一個弧 不是直線來的 是弧道來的 向上增速 有可能繼續向上衝 是 那我們呢 就熱情期待 看戲 看戲 好 接著地鐵虧損 排行榜 第一名呢 成都地鐵 不是很多而已 三十兩億 很少而已 北京 但是呢 這一堆地鐵呢 沒有 沒有香港港鐵 負責管理的幾條線 港鐵賺錢還是賺錢呢 2020 港鐵應該沒有什麼機會賺錢 賺錢 買地產項目 他的地產項目幫他補貼了 但是好像只是在那個交通運作方面 他都沒有賺錢 那多厲害 2019 呢 哇 真的是這個 2019 原地的問題 公司呢 是這個上市公司來的 所以不虧得的 中國不同 中國因為他不是上市公司 這些 可能是地區政府那些 投資來的 所以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為什麼我說沒有什麼所謂呢 原因就是 這個只是左手右手問題 政府賺了的嘛 其實說真的 你整個 就是小弟覺得呢 中國的做法最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 他這些 基建方面 不是給私人公司搞 那 所以 其實 總要拿高鐵出來 那 你不可以只能說高鐵 只能說高鐵 高鐵好像是虧得重金 是啊 你做一下 那 你做一下 那 高鐵只有幾條線賺的 現在 但是 你只是教票面賺 以及實際上高鐵所承擔的社會利益 是兩馬事來的 你就是因為高鐵的票價合理 有人去坐 都賺不到錢 不要緊 這些 坐高鐵的人 他們自己那邊賺了錢 最終都是回到社會裡 所以我覺得 這個絕對不是問題來的 而在西方國家 因為每一個這樣的項目要賺錢 所以他們搞不定 嗯 其實根本這樣做法是不對的 但是當然 西方不是這麼說的 他說要小政府 所以這裡有一個 另外一個中美的矛盾在哪裡 就是 中國以國家的眼光來去支持企業 而西方是要以私人財團的眼光去支持企業 這兩個是很大的矛盾 好像高鐵這些東西 如果在西方一定做不成 因為你從那個 車費要收回成本 要不然你的車費很高 要不然就收回成本 但是在中國全盤考慮的時候 當全國是一盤棋來看 那麼這一塊 少許我其他地方賺得更多 正確我們應該是看整盤大棋去看 但是就是因為 歐美白人傳統的一種自由市場 當然這是口號 但是有時候 這些根深蒂固的想法 令到他們沒有能力去看整盤 好 MMP要求的小弟找到一篇類似的東西 十八個鐵路局 十二個虧損 但是也在說 盈規之外社會效益巨大 喂 你社會整體贏了 你只是幾個部門虧損有什麼問題 正如警察消防都不會賺到錢的 他們現在要搞警察消防都賺錢 是啊 就是這個 美國那個玩遊戲 那個遊戲規則 其實如果你做trading 這個很明白的 其實我們做trading的 不單是我們做trading 任何一個人在公司裏面做過的事的人 都會知道 一個公司裏面一定有cost center 有profit center 你不會說每個部門都賺到錢 你好像admin、HR那些 不會是賺到錢的部門 IT其實很多時候除非IT公司 美國人是很流行的 一個trading的環境 就是每一個trading 或者每一個trading 都要賺到錢的 這個是 雖然小弟都會堅持 你起碼在trading不要蝕錢 有些loss leader 都不要蝕得太金 但其實美國人甚至去到 真的不賺錢 他不做 沒有辦法 這個是對那個視野的廣闊的程度 和那個視野的長短的程度 這裏我們回到國際政治問題 就變成現在我們是有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 在那裡競爭著 一個經濟模式 就是現在西方說的自由經濟市場 全部都是資本主義 那他們就要看 就是每一個項目要賺錢 而相對於現在中國開始提出這個經濟模式 就是我們看全國一盤棋 我們說的全個國家要賺錢 但就不需要每一樣東西都要賺錢 這個是不同的角度 而這個不同的角度 是影響到國際貿易是怎樣的呢? 就是譬如以前我記得 在加州那些新奇市場 不是很流行的 嗯 他當年呢 就 他們可以 就是已經在國內銷售賺夠了 所以所有出口 基本上就是 賺錢賺多些 所以他賺多少不重要 只要有一個賺就可以了 嗯 也都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甚至不賺錢 就是他變成沒有成本價 嗯 去到別人的市場賺錢賺下去 將你當地市場的產品打死 他不用多的賺錢賺下去 兩年、三年、五年 你在當地市場賺錢賺的 那些賺不了 因為你不夠新奇市便宜 別人不用成本已經賺了 他只是運過來就行了 不然他要賺到海 不想運過來就行了 你不夠去鬥 當這個市場被他賺完了之後 你自己本地農產品死了 然後呢 再來那些就貴了 賺你錢了 所以就在那個WTO裡面 因為這件事情 開始有人提出 就不准你做這些 叫什麼 傾銷 傾銷 不准你做傾銷 那如果我們這樣來看 中國的高鐵輸出 在中國 中國高鐵本身的運行公司 和高鐵的建造公司 是兩樣東西來的 高鐵的建造公司本身已經在中國賺夠了 然後幫其他國家興建高鐵的時候 就可以以相對少的利潤來爭取市場 跟橙差不多 因為很多東西是 高鐵這樣說 你是一個高科技的投資 在前面那段的科研 花很多錢 不奇怪 但當你做了一件出來之後 以後再做同一件 你的成本就低了很多 你不用再計那個科研的費用 所以 從一個角度來講 中國高鐵向外國輸出市 可以被人指責 或者是倒閉的 你在國內賺夠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不過正式來講 葉Sir 小弟補充一下 正式來講 如果在貿易上 倒閉這個字眼 傾銷這個字眼 是成本價以下的銷售 是啊 你如果是成本價 平了成本價 是不當是倒閉的 我原來不是這樣看的 不是 正式的定義是這樣的定義 是 是不是 因為其實中國的 我先當高鐵出口 或者鐵裏出口 其實中國那個辦法 除了負責提供了所有鐵裏的費用之外 它還給了幾張資料 還給了鐵廠 好像巴西還是這裡 我直接跟你做了整個技術轉移 你可以在當地生產之外 還可以出口 那你雖然不算倒閉 我就覺得算了 其實這個基本上技術轉移 就不是這個貨物轉移的問題 就沒有所謂倒閉不倒閉 不是的 因為它主要 我了解你的意思 不過是說自己這樣說的 但是問題 就是你看到中國的出口 除了賣的 因為整個業業 並非只在賣貨給你 或者是並非只在賣服務 其實是輔助是最大的意義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在的 因為它當不當是一個單純的 其實它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 即是非洲也好 這個中亞也好 中亞也好 去到中華美洲也好 其實全部都有例子 其實現在是西方世界 其中一個最害怕的中國 這個問題 這件事引致我們 今天的第三個話題 調了第二個 OK 第三個話題是什麽 不記得做 不過小弟也想補充一下 是葉Sir所說的 剛才不是說 在這個格局不同的 其實另一方面 是我們看盤棋的時間都不同 我們說十年二十年的鋪排 這兩三年虧錢 no problem 但是 在美國 在澳洲 這兩三年 國家虧錢 可以了 再過兩年 你不用坐在這裏 換個別人坐上來 所以每個人就越看越短 中國製造2025 中國標準2035 這個話題 中國正在輸出的東西 其實就是想嘗試輸出中國標準 高鐵是一個輸出中國標準的手段 當然 有援助的意義在這裏 尤其是對一些發展中國家 為他們興建鐵路 很多時候就是出錢出來 還教他們怎樣繼續利用高鐵賺錢 當然賺了錢是兩分分的 不會被他們賺光的 好像巴鐵那一部 他們的囂龍戰機 中國不是跟巴鐵做了一部戰鬥機嗎? 現在是巴基斯坦出面去賣的 而賣的會是巴基斯坦做的 但是中國肯定是有錢收的 有 這個絕對有計 中國的遊戲規則第一 不會讓你單獨的一家生意 作為一個計算項目 其實中國其實真的很闊 無論你是說一些 很長遠的 是啊很長遠足以闊 又闊又長遠 就是高鐵項目的資金 是非常闊的投資 當然我們來講 這個新性的投資 其實整個經濟的 今年也有些人說 藍的軍事也好 很多民眾也好 很多科技發展也好 全部都全都進去 整塊頂 一般就大到你看不到 所以小弟很同意 跟葉Sir所講的 這個政治是歐美 最怕我們中國的地方 因為他們明知道他們輸牙 而且他們實在無能為力 最恐怖是無能為力 他們的政治制度綁住了 他們是做不到的事 是啊 不是他們不想做 他們是做不到的事 就算有識之事 比如就這樣說 今天在西方出現一個政治家 看透這件事了 如果西方出現另外一位習大大 他都做不到的事 是否可以這樣說 最接近的是普大帝 他都不是西方 普大帝也不同 普大帝也不是單純走 這些西方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西方出現一個 好像習大大和普大帝 差不多的政治人物出來 他都不會做到的事 因為他已經綁死了 給他自己的制度 他們因為有三權分立 這件事 根本是自己綁在一起 其實這樣 會搞成這樣 其實就是 真正後面那個 真正操控著社會的政權 是不想自己出面 才會把前面那個搞成這樣 讓前面什麼都做不到 搞到支離破碎 讓他不可以獨大 你開大了 你就踢我走 所以這件事說一定要預防 老實說 所以都因為這樣的預防法 使到現在 在未來這幾十年的競爭 現在中國已經開始說 2025就是中國製造 但是大家在網上已經沒有了 2025中國製造這個消息 因為2021都已經是中國製造 全世界失陣 都沒有了 被人家打壓 所以我照做 不過我不出聲 免得被你打壓 其實 德國也是 德國也有一個類似的 他們叫做公月4.0 公月4.0 日本人也應該有一個類似的 不過日本人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他的新聞方面 我覺得他買錯了技術 他認為走氫氣條路 Halgen Economy 就不看好那個Battery 雖然他是他發明那個Lithium Battery 是不是 好像日本發明的Lithium Battery 嗯 但是他在全國上面買錯了一個方向 就認為是會走Halgen 但是現在呢 日本人 我看他Lithium那個買錯了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其實日本人 又不可以說是買錯的 他自己想到 他有另外一種問題 就是他本身自己知道原來 他如果再發展下去 其實他做發展那個Lithium的Battery 他沒有什麼好處 他所有的都靠人 再加上呢 如果他真的出事 他連發展都發不出的時候 這就是廢賞的 日本其實 他有本身自己一個 就是國家上面的大問題 就是他有一個非常小的賭國仔 資源沒有限 現代化的資源其實他基本上沒有什麼 但是他曾經碰過 就是努力做好一件事 現在我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就是 日本被那個廣場協議之後 整個日本裡面那個 所謂的工匠精神 各種創新精神 全部一次過打跨了 他跨不止是跨他的經濟 他被人打跨了 就連他自己的士興都被人打跨了 就是沒有了那種 70年代 當年 日本人正在上升時的那種衝勁 我也看到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和中國 中國現在 不知道大家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中國裡面那些年輕人 現在每個人都覺得天下是我的 我只是未能去打的 這種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要做一番偉大事業的 有很多人都願意 我好好的 找個漂亮老婆 生個兒子 好好的過日子 我絕對不反對這一種的生活態度 但是我覺得中國大部分的人 是一個非常之前進的心態 覺得只要我努力 我想做什麼就做得到 天下無難事的感覺 而反過來看回現在西方 就是這種 我就算盡力 我都做不到事情 這個感覺是非常之重的 是無力感 這個無力感 這個無力感是很傷的 其實 前兩天我讀過一篇文章 就講到現在美國的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人是打工 打工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對自己的能力是沒有挑戰的 作為一個打工仔 老闆給你那個任務 一定是你的能力之下 他不可能給你一個任務 是你做不到的 要不然搞不定 當然除了一些尖端的研究機構 他們可能有一些真的做不到的任務 但是那些任務 那個投資不會多 因為他們要講利潤 而一般打工仔 大部份人 在你工作時 你所收到的任務 一定是你的能力以下的任務 因為那個商業運行 要運行的話 每個人都做不到事情 你真的不用做了 所以他給你一些事情 你那些事情一定會做得到 也因此 你在上班裡面是沒有那個成功感 這是第一點 即是你上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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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你是完全沒有成功感的 是非常非常之 鬥和瘋的 很悶的 因為老闆不可能給你一件事 要你搞盡腦汁的 不可能這件事 你不搞盡腦汁 你就沒有成功感 我們有一個成功感 就是來自解決一些非常難解決的問題 但是正如你所說 我們沒有什麼融錯機制 是啊 也沒有融錯機制 是啊 所以如果真的要改善整個空間 尤其是我們慢慢慢慢 人工智能 機械化會進入 那些 我覺得 我們下一堆的工作 應該是一些 挑戰著人類的能力的問題 這些問題 我們有大量融錯機會 你可以窮一身人 做一件事 做到 幸好 做不到 沒事 因為我們已經去到一個地方 只要我們 我感覺上 只要我們的能源供應是沒有問題的話 加上人工智能 我們基本上可以坐在那裡 等人工智能餵我們了 嘩 Yup Sir 你這樣也可以找到 食物的問題 哈哈哈哈 哈哈 其實我又這樣看 中國又不是去做 沒有融錯機制 其實中國的做法 我覺得 尤其是人家 它是一個 飽和式的開法 是 我覺得飽和式的開法 都是屬於融錯的 只不過它的做法 它不是不給你錯 它也不給你錯 不過如果一個錯 一個錯 還有很多人一起走 其實中國的融錯機制是相當好的 因為中國一直在打造公平的環境 給大家健身 其實我們在說沒有融錯機制 是例如香港或者資本主義的社會 這個是 這個就是制度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現在它是可以把和式 原因是為什麼中國的體量夠大 是的 完全同意的 因為中國體量很大 除了體量很大 除了體量很大 我剛才也是這樣說 因為是一個計劃經濟 其實由政府主導的方向 然後它是完全放手 給大家 給全國的相關人士一起走 這個非常發達的方法 我覺得是 是啊 這個又說回昨天 除了講大歷史 就是講了一集 今天中國 昨天我講了中國的排泰問題 排泰問題 他出了一篇文章 我把那篇文章 翻譯了英文給這些人 其中有一點 說到是什麼呢 就是 中國有一個大的方向 但是每一個地方政府 就要拿到這個方向之後 尋求自己的特色 去達到你的目標 但是這個我覺得 剛才我講的這件事 就是說 有一個方向放了出來 然後給所有的地方 各個地方 你試你的方法 因為你可能因為 地理環境問題 可能你因為是 其他問題 各種問題 你試你自己的方法 你只要向這個方向走 就對了 那麼 在全國 這麼多地區 各有各地方走 如果有一兩個 是個成績特別好的話 就會很快去抄到全國都是 譬如 光電和養殖業的合體 就是說 你將那些光電板 裝高一點 高到下面可以讓羊走過的 那麼你在上面就是光電板 下面那些羊在那裡繼續走 然後那些羊幫你吃了草 你不用去剪草 那麼你草怎麼來呢 因為你要洗光電板 你洗光電板 自然有水 有水你就有草 所以你就 那個光電板要怎樣 就要選擇 離開水源不太遠 譬如 黃河流 流域旁邊的沙漠地方 沙漠地方 那個土地沒有用 我本來 但是你一用了這個光電板之後 因為你要洗光電板 所以你會在黃河抽水過去 譬如抽十公里 不算遠 但是以往來說 是沒有理由 開條水道去這個位置 但是現在你這裡有個大的光電站 這個光電站 本身是一個profit center賺錢的 所以拿了一點點投資 去拉一條水管過來 泵十幾公里 今天來說是濕濕碎 但是這十幾公里的水 你用在洗光電板的時候 就自然使得土地濕 土地由本來完全乾淨土地 變成了可以生草的 草原地帶 生草問題來了 那些草會遮住光電板 找一隻羊來吃草 結果就養了羊 於是那些養人的人家 除了養羊之外 還幫忙洗光電板 對他們來說 洗光電板是好事 因為看到有水落地 他有一份工作 就是光電板 打工 但是他也有一份 自己的私家產業 養羊 兩份收入 這個模式出來之後 現在五花八百門 除了養羊之外 下地有人養魚 有人養羊 各種形式出來 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就是中國的做法 大方向 我要光電發電 各個去試 有人試到我下地可以養羊 現在全國的光電板 全部堆高了 已經不是以前在地上 以前省少少錢 就盡量跟地 現在不是 跟高一些 人能走過 兩米多高就搞定了 那開始有人就optimized 我就說 我不要遮蓋 我不要用盡 我留一些 現在有人在下面搞 種菜 種各種那些 一年生的食物 種不同的菜 一樣賺大錢 這個就是現在中國在做的事情 就是 方向 國家定了出來 然後 人民自己試方向 誰試到成功 你自然著數 你一成功的話 別人抄襲你 你便提供經驗 於是你便入股別人那裏 你自己越賺越多 這是好事來的 所以這樣就令到整個社會有推動力 是啊 這裡有一個容錯 這個機制在哪裏 就是你速度試試 不成功 不要緊要 因為你有份工 是負責洗這些乾電板 這個就是給那些最低層的 沒有資本的人 怎麼可以容錯 就是有一份工 先保住了他的生計 然後利用工餘時間 他發展到另一個樣子出來 所以我說中國現在 為什麼我這麼說容錯 因為這個是全國的機會 是各個層面可以進去 不是只要是大計劃 我要研究某一個新的半導體技術 要講幾千億投資 我們不是講這些 我們講在每一個層次裏面 大的小的 好像中國做的疫苗一樣 中國六條疫苗路線全部都用光 是嗎 嗯 這個疫苗 這個疫苗 是 是嗎 你看到中國 但是你看到中國 就算明知別人的MRMA 走到這麼快 不要緊我叫做 我做個自己的 我不管你 但是我叫做 其實中國口這一方面的做法 是 經過世代會直接 需要借鏡 其實很多藥廠 就是我叫做西方學長 你剛剛 今早 我忘記是哪個 是否原來 還是看過一些資訊 FISER的賺錢 那一下 你先嚇死你 FISER賺錢 是不是真的原來 應該不是 FISER在 小弟 小弟只是share了FISER FISER做假 花了很多日子 其實FISER 是 其實FISER在疫情那裡 就是 他賣的 MRA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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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MRA的技術 應該是屬於Balantica 是 但是他不敢於 他沒有雜誌 他有雜誌 OK 還有他 還要是說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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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嚇到 簡直是 不可理喻 這個 這個小弟 有點存疑 因為始終找不到 Original的 Content 不知道 但是如果 他說的是屬實的話 這件事很恐怖 另外一個話題 我早一點時間看到的 就是MADONNA 就是另外一隻 美國的疫苗 那 他 他應該就是 現在這個是他唯一 正在賣的東西 之前他有一些 其他一些研究 那 美國政府 就是NIH 就是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就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給他的 那 也都有不少科學 就是NIH 就是美國國家健康中心之類 NIH 就是有些科學家幫忙的 那 在他現在這個 這個MADONNA 這個COVID的 Vaccine 那個Patern裡面 就沒有了美國科學家 就是美國政府科學家的名字 現在就是 應該是NIH和MADONNA 都在那裡聊天 那 但是那個Patern的 那個Application已經進去了 已經 進去了之後 才被 美國那些官員發現到 你進了那個Patern 為什麼我沒有訓 那現在就是 在那裡聊天 那經常不知道 那 反映出一件事就是 美國那個 那個 這些 這樣的集團 那 MADONNA 這個MADONNA 這個 也是 在那些 發展中國家 發售最少的疫苗 它基本上 是沒有賣給那些 發展中國家的 買不來的 應該是 賺大錢 而 將錢 就是流回到公司裡面 就是說 就算連那個專利 都不肯 給回美國政府的官員 對 那拜登答應送的那些去那邊呢 拜登答應送的那些又沒有用 他也沒有 沒有啊 其實拜登答應很多東西 美國一向都答應很多東西 大家不要這麼認真 不要這麼認真 另外 這件事也說到 上一次我們 COP26也說到 美國 有人已經提出 所有民主國家 就是 用選舉方法 產生政府的國家 政府的 諾言 是 不可靠 就是 好像 2024年 美國 又換回特朗普上台的話 拜登說的東西 全部就 沒有了 又 答應什麼都沒有用的 其實 其實我想大家都明白 一件事的 就是 你不要說換屆 我們香港都有經歷過 那些選舉 有幾多人 是會完全保持 他的選舉承諾 選舉承諾 一件事 而是 你這些 應該是 一個國家層面 和其他國家簽的 協議 什麼都好 這個是一個 很多時候 是要放到聯合國 那裡備案的 嗯 這個是有約束性的 國際協議來的 但是他連欠聯合國的錢 都可以不給 你又怎麼想著 你又怎麼覺得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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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回答應聯合國做的事情 哈哈 現在這個就是 世界的 一個大問題 所以 大笑話 這個真的是 又回到我們 第一個話題 就是 習大大和拜登 談完 等於沒有談 是啊 因為 事實上 其實談完又怎麼樣 那 就 以剛才 葉Sir你所說的 我們就繼續順著這條思路下去 那 阿丹丹 還有多久任期呢 他都過了一年 有多了 一年 接近一年了 那還有三年了 那 但是他答應的事情 是不是這三年之內 可以全部做完 那現在 現在就算你在這一界定 那裡 你對外國的代表性 都是以國家 做一個代表的 但是其實 對他們這樣玩 他們有沒有這個國體的概念 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國體的概念 其實小弟 覺得 MN說得對的 其實他們根本 沒有我們所謂有肉國體 這樣的觀念 還有 說真的 他們也都 老實說 我們又覺得 那些政客們 他們對自己的承諾 到底有多重視 又看不出來 那些不重視 你先說 OK 我想說 為什麼我經常覺得 領導人的面子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要顧自己的面子 他一顧自己的面子 他就會 盡量答應的事情 就不可以刁面 我覺得現在 在國際與國際之間 因為沒有一個更加上層的組織 規範國家與國家之間 哪個大 哪個小 哪個 所以現在就在西方 就用拳頭 但是我覺得應該 出來的就是 國家的面子 就是剛剛 剛才阿曼和阿余道 你說的 我們 你出來是為 代表國家 簽這個 國際的 條約 應該是 有約束性的 那 現在的約束性 是什麼呢 就是 你可不可以刁面 現在的問題就是 川普說 我不介意刁面 所以就沒有了 約束性 刁得起 其實也與特朗普不介意刁面 本身第一個 不介意刁面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 特朗普 與特朗普不介意刁面 特朗普不介意刁面 他要計自己的好處 所以我覺得 現在在國際政治上 要出發這件事就是 當然可以做到 王道政治最好 大家都是 耳機盯人 到底 我自己不想這樣 不要整理 但另外一件事就是 要強調那個面子 如果你的領導人 為面子 而不會 就是 好像 川普那樣 刁面不要緊 這樣就真的打劑了 連最後的約束力都沒有了 沒有聲音嗎 沒有 因為這件事 我們已經見到 國安這麼多年 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這個約束力 本身是不存在的 因為他們真的不要面 很難解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西方 政黨和政黨之間 其實已經沒有了國家的見面 所以他們就 被影響到 他們不需要為國家去考慮任何事情 或者只是為了政黨或者自己服事 對自己服事老實權 所以很難 同意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一路見到 鄧鄧 其實他的立場 都是代表民主黨 多於代表美國 其實真的是 政黨的成功與否 才是帶來他最大的利益 而不是國家 國家不行 不要緊 他要 他怎樣去 保證他自己 下一屆認爭 他們的黨執政 這個對他來說的重要性太大 小弟 經常都覺得 一個人會做些什麼 其實是看看他那個人 他本身想做這件事的目的 目的是為了政黨的話 自然就會把國家利益擺一邊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我想暫時來說 可以說是死政 現在是全世界 唯一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不會在中國 第二個一百年的時候 美國變成二樓三樓國家呢 不如說美國還存不存在 其實美國會存在的 但是還是不是現在那個美國 是 就是那個地方會在那裡 人會在那裡 但是他們那個政府架構 裡面那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還是用現在這個 所謂美國的憲法維護著 因為現在一個很搞笑的事情就是 他們仍然覺得我們幾百年前 政黨的憲法 今天都不用改的 不要改 不可以改 不是 他改不了 正如奧巴馬他想改的 但是你說現在今時今日有哪個總統 可以擦動到參眾議院各有六成六的人 去支持他改變化 我不覺得有機會做到 其實這一個真是沽得好死 另外 葉Sir有個資訊 阿Sam網友給你的 輝瑞巴蘭提塔 莫丹娜每分鐘6.5萬美金入袋 多謝這位網友 哇 給我一分鐘夠用一年 一分鐘夠了 只要一分鐘我可以用一年 我不是很大洗 不如給我一分鐘 另外這裏 Tesla的大老闆 Elon Musk Elon Musk 之前賣了一部分的股票出手 因為要交稅 大老闆 現在我先賣了 你說我股票未能賺到錢都要交稅 我還不賣 那他就 馬馬聲 那說真的這件事又非常合理 馬馬聲 正常啊 大哥 老實說一句 你現在搞到這個未賺到的錢都要交稅 那我去哪裏找錢來交稅給你 馬馬聲 問題就是 現在 美國 有錢的人 是不是愛國 這是最大的問題 美國的人 那些有錢人 可能只是愛錢 不是愛國 所以美國現在要解決的問題 錢的問題 他們是解決不了的 只可以繼續靠印 中國就要重新考慮 到底還買不買美債 還有還收不收美元 作為那些貨物的支付方法 小弟覺得呢 第二這個點其實很重要 如果美元是 已經來到現在這個地步 美元是這麼靠不住的話 我們還不應該繼續 容許 其他國家用美元來跟我們交易 嗯 我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用雙方貨幣 包括美國 就是一人一半 我不管你怎麼找人民幣 你有一半是人民幣 另一半是你自己國家的貨幣 我相信你一半 至少都 就是真的到其是 到其是有些什麼冬瓜豆腐的話 我起碼拿回一半 拿回自己人民幣那一半 起碼 是啊 投銀輸一半 但是現在所有國家 所有的錢 都是只有好說的 印的而已 所以最佳辦法都是 都是收人仔 收人仔是我們中國政府印 都是印 但是第一個問題是 全世界都是印的 都沒有 怎麼可以讓人仔 被人家拿著呢 其實我又這樣想 美國的銀子 究竟它在市民上 手上來衝量 和人民幣的銀子 在市民上來衝量的分別 這個比較好 如果美國的市民手上 啊 味道 中央 折到 折到 如果你可以這樣算 其實一個貨幣呢 它的穩定性 或者它的可靠性 就是很 Late 它的市面上的費用 嗯 但是問題 其實在美國裡面呢 其實它美金在一般市民手上的 流通量呢 肯定會 我計算人口的數量 都肯定比在中國的流通量少很多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的錢集中有錢的增長 但是那些錢其實不會在市場流通的 反而人民幣不同 人民幣肯定市場流通量肯定是大 這一點我想很難找到實質的數據去支持的 但是小弟覺得都應該是 其實你計算一下 你用一般人均的消費 我要將別人均最高的那一班 你用人民平均的消費再乘回人口 其實這個遊戲就很厲害了 根據數字就不可以計算了 現在問題就是很多這些不是M1來的 M1不是印出來的貨幣 現在很多的貨幣 現在像中國這樣 用QR Code 掃進去 那實際上是數字的數字就沒有現金流動的 不需要現金的 不需要用現金來計算 我們只需要用流通量計算就好了 所以這個我們在說的是M2 M3來的 是啊 沒所謂的 因為剛才是中國都沒有 但是我說流通那個額 流通額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因為如果說到它的貧富懸殊得這麼嚴重 Yip Sir也曾經跟我分享過 其實在美國你只要拿走了最有錢的1%的人 它就變成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都不一樣 是啊 是啊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你的財富集中在最有1%的人手上的話 那些人又能用多少錢出去呢 不是 這幫人在那個Durated Market 就是說在那些次按市場 比如包括在股票市場 仍然有大手流動的 所以我們要說的流動是說在哪一處流動 如果我們要說在私安市場流動 其實這個數量不小的 在那些黃金的期貨 或者是各種實物的期貨 就是大宗貨物的期貨上面的流通量不小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是在實際的流動 比如是跟民生有關的 這個economy 就是本身的流動 那我同意Edman的說法 可能人民幣會不會是大於美元很多 因為你在商品市場裡面 你在這個股票市場上面 那些區塊股票之餘 最重要的是那個股票是不斷在下跌 是啊 那些又不是真正貨幣的流通 是啊 那些儀算 所以一定是抽起了股市場 或者一些大股市場上面的股票 都不斷在下跌在民生上面的股票 這個股票的股票 我想都是不同的股票 我覺得都是不同的股票 我想向他收益 他根本沒有收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下一步要做 就是中國的進博會 嗯 中國人多花點錢出去 所以才可以鼓勵到 令到外國有多些人有人民幣在手上 如果中國還一直保持著現在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其他國家 值得我們去幫他買東西的話 其實最終都是沒有辦法 將人民幣傳到海外了 或者可以用來做儲備都可以 沒有用的 國幣拿來給自己做儲備是沒有用的 拿別人的紙來做儲備 也都是沒有意義的 最有意義的儲備就是 拿別人的實質有效的資產 譬如條路 或者是鐵路 或者是水壩 或者是發電站 這些就是真的有用的資產 嗯 所以現在中國要做兩件事 其實一個就是鼓勵人民 將一些人民幣稍微小一點出去 讓別人可以有人民幣在手上 第二就是我們要將現在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 換作做在其他國家的基建投資 一定是其他國家不可以自己做 當然是自己國家你自己用人民幣搞定 所以你用不到你的外匯儲備 我們要用多外匯儲備 就是要在別人的國家 所以我們就算是成本價幫人建鐵路都值得去做的 因為最終這條鐵路你有份 你建的過程就算 好像近期沒有一個國家還清了債務 還清債務不要緊 我們都仍然幫人建了 在一段時間我們這一筆現金是一個實物來的 嗯 我們當然鼓勵別人要還錢 所以其實在黃詩的時候 有人說到鴉片戰爭是因為 英國要拉平貿易赤字的 其實一定程度上都對的 中國 這個事實上是真的這樣的 當時其中一個目的 其中一個目的 但只是用手法不對 我們今天中國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們一樣 和清朝的時候一樣 我們的貿易順差太厲害了 我們有非常龐大的貿易順差 問題是怎樣將這個貿易順差 以往就硬性 因為去到某個點之後 我們全部收黃金收白銀 你全世界黃金白銀留在中國之後 你根本外國人沒有東西給你 但現在不同 你可以給別人印 所以我們現在收緊一大堆是紙來的 沒有用的數字來的 就沒有了在鴉片戰爭前期 那個硬貨幣的限量問題 你是全世界只有那麼多黃金 那麼多白銀 可能全部都沒有了 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問題要解決 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最好就是我們中國要將貿易順差縮小 就是我不贊成中國要貿易順差 我贊成中國要貿易順差 不過就不能這麼大 要縮小 要縮小 最重要就是 其實中國人這麼辛苦 賺到這麼多錢之後 那些好日子是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應該現在就可以 向全世界買自己喜歡有用的東西 不過有一點就是 那個消費不是一種浪費式的消費 應該是一種享受式的消費 是有價值的消費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進博會呢? 其實進博會有一點就是 大哥我們賺的錢太多了 麻煩你賺我的錢走了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希望人家真的有些值得我們去跟他買的東西 真是可以給到我們 是啊 我們開個話題下一集 好啊 是啊 都要了 不如今天講到這裡 因為都 我們下次講這個中國貿易順差逆差問題 我們一起說拜拜 那我們一起跟各位觀眾說聲 拜拜 好 拜拜 兩位教授 拜拜葉Sir 拜拜各位網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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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